車輛開到八堵渣道 駕駛人自動分流 左轉或右轉 分成兩排 但這樣場景 對技能人來說 似乎習慣了 但其實這裡是單線渣道 眼前的並排 或者跨越路間壓到百線 通通要吃上罰單 長年以來都都這樣 對啊 我開十幾年了都這樣 因為這不能停太近 那兩個車 這不是兩個車 一個車道飛壓 我要右轉你叫我怎麼辦 緊靠著它嗎 危不危險 危險吧 近來檢舉達人盯上了 國道一號八堵交流道 南下渣道 不斷檢舉民眾違規 但這樣自動分流 往暖暖靠左 往金山靠右 不小心踩到百線 就要罰款3000到6000元 執法其實因為 應該要讓交通更順暢 而不是為了開單而開單 所以你這個為了檢舉而檢舉 造成後面民眾只要一收到 真的是會很生氣 那包含本身 我自己就收到一張 其實因為我是要往 我們暖暖的方向去 就是會往左邊 那所以旁邊自然會讓出一點空位 那旁邊就會有要往安樂區的朋友 就往右邊要走檢舉 那所以我相信那一張我收到了 那個民眾 我隔壁那台車應該也收到啦 那收到民眾 我只能說真的會很生氣 這樣子平常大家分流的這種方式 其實也算行之有年了啦 那 幾乎不太有人知道說 原來這樣子做是違規的 那最近開始出現這樣的檢舉 其實對於在這邊的用路人來說 其實還蠻困擾的 本來就存在的這個問題存在很久了 那包含我們往旁邊醫院的 往騎組方向 所有的車輛目前看到的都會自動分流 那被檢舉 那其實應該是不是見請主管機關 在這一條車道在它的浮寬上面 如果適合的話 那我們就再化成雙車道 幾個月下來 陳情案件不斷 民眾要求拓寬渣道 或者化成兩線車道 立委蔡適應邀請相關單位討論 初步調查 這個渣道寬8米 扣除路間50公分 足夠劃分兩個車道 因為這裡的大多數的民眾 都會以為這裡是可以 雙線道的 所以我們這裡也請了 高速公路局的副局長 來這邊來做現場的了解 那事實上今天開會前 我們高速公路局就已經有開展 在這邊都量過相關的一些規範 發現說這裡的路寬夠 但也可以作為兩車道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跟大家跟高速公路局 討論的結果大概就是在 我們這個交流道的部分 未來把它從單一車道變成兩車道 那往後延30公尺左右 那這個部分 請高速公路局在做後續的橋梁診斷 一個月內把它完成相關的做法 但是這兩個車道的話 我們必須考慮它結構荷重的問題 因為這個橋是 賣帥公路時代建的橋 到現在也50多年了啦 那整個設立規範跟現在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必須檢核這個結構 耐震的能力 如果結構安全無語的話 我們再來做這樣一個 跨車道的處理這樣 單線紮道會不會改成雙線道 還在演藝中 提醒民眾行進這個路段 還是得遵守規定 避免荷包大失血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 ừ 橫毛和 finan藍 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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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